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登场 中央广播电台今年独步全球 将使用十无中语言 同步网络直播蔡英文总统的国庆谈话内容 华语听友请锁定10月10号星期四 上午9点10分到11点30分 我们将透过网络影音与七个中短播频率 及时转播中华民国双十国庆大会与序幕表演 并且邀请学者专家 现场分析蔡英文总统的国庆谈话 10月10号上午9点10分 请锁定央广网站www.rti.org.tw 广播听友请使用中播1557千赫 短播9565千赫 12100千赫 15490千赫 15530千赫频率收听 另外英语日语的国庆转播 则会在当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现场播出 日语听友请使用短播 15765千赫 英语使用15665千赫收听 11月10号上午9点10分 让我们一起 携手世界台湾要飞 追求更好的台湾 早安 拍完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 早安 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今天是10月7号了 再过两天就是国庆日了 所以说呢 其实啊 这两天志平经过总统府周围 还有包括了中仲纪念堂的时候 都看到了好多好多 跟国庆活动相关的 不管是展演也好 彩排也好 或甚至于是我们看到的一些视觉 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 让人非常震撼的光雕秀 提到了光雕秀 今天我们为您来看看这个主题 去年和前年 我们都有看到国庆啊 有这个所谓的光雕秀 而今年国庆日的主题 其实就是世界同行 台湾要飞 在总统府前面的这个光雕秀 又是怎么样去展现的呢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哪些元素呢 我们要请教我们今天的受访者 也请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那就是今年国庆光雕秀的 艺术总监陈怡杰 总监您早 嗨大家好 我是怡杰 是谢谢总监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总监我真的非常非常高兴 就是连续这几年来看这个光雕秀 其实都很震撼 所以呢在今年的这个 刚刚我所说的这个国庆主题之下 你们怎么样去展现今年的特色呢 今年其实我们真的准备特别的久 然后因为希望有别于过往呢 今年可以再更进步 那我们虽然做了很多的处材上面的研究 刚好今年又是总统府建筑百年 所以呢我们在很多构思很多角度呢 从第一年历史的周线上 第二年呢我们有从台湾的生态环境 那今年我们觉得刚好建筑百年 其实它很适合变成一个时光机 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回顾 整个台湾很经典的历史 还有荣耀的时刻 串联大家不同世代记忆的一个契机 就是我们从这个出发点来做创作 是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个过去很精彩的这些 不管是您提到的 也许是运动咯 也许是军事咯 甚至于这些元素您怎么样去呈现 首先我们在构思刚提到这个时光机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这个时光机应该要内建什么样的方式 然后用什么去构成 那我们觉得这几十年来 台湾从轨道的建设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资讯 还有我们在艺术方面的发展 军事太空科学 最重要还有体育 其实各方面的进展都让我们觉得 好像大家越来越能够凝结 跟汇聚出一些时代的精神 那尤其在体育从世代运 还有我们对于棒球 今年刚好又是棒30周年 已经明年要奥运了 我们也有国家代表队产生 所以综合这些不同面向的发展 我们觉得这台时光机里面 如果可以内建体育 音乐 电信 科技 军事 太空科学等元素 应该可以把各式各样的行业或是领域 然后不同世代的记忆 做一些些的串联这样 一个一个把它接起来 里面还有我们用轨道这个方式 去构筑这些零件 也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感觉一种前行 然后还有我们一个国家 就是从每一个零件 每一个工作 每一个行业去构成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会在里面 找到一个有点属于自己的一个领域 或是一个记忆 那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既然这台时光机是发生在我们的 应该说由我们的建筑体里面 去内化出来的话 我们就是有加入了很多 总统府的建筑的特色 包括就是像窗户啊 综合制窗啊 牛眼窗啊 还有五掌灯啊 融入了总统府的它的特色 那这里面的特色呢 就是我们在总统府的建筑介绍里面 100个小秘密里面有提到 非常有趣 主要就是把我们这个各行各业的 各个领域的特色 精彩的时机呢 结合到总统府里面去 铸造这个时光机 是我们一开始想要 跟大家一起产生共鸣的一个设计 是的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这瓶非常荣幸啊 能够为您访问到 国庆光雕秀的艺术总监陈怡杰 请总监为我们解说 今年的光雕秀 到底可以看到哪些精彩的亮点呢 刚刚总监为我们解释的几个部分 我特别提出来 因为我那天晚上看了这个光雕秀之后 我心里面很大很大的震撼 尤其看到这几个部分的时候 我的鸡皮疙瘩有起来啊 就是那个 您刚刚提到科技的部分 我看到那个华为的那个卫星升空的时候啊 整个就从那个 那个总监府就中间最尖端的这个建筑物 这样冲上去啊 哇 我真的现在看到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报道了很多次很多次 然后当我看到那个影像出现的时候 我一下觉得原来时间这么快 它就真的 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而且对全世界都造成一个很好的影响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我没有记住 应该就是您刚刚提到高铁的部分 对不对 我记得高铁哦 在好多年前 它还没有兴建 就说要兴建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做了好多深度的报道 那我一切都看在眼里啊 这个那个时候 当那个高铁的列车 从那画面里面出现的时候 我突然哦 我真的说的不夸张 我的鸡皮疙瘩全部起来 说天哪 高铁列车从东东府里面冲出来 对 高铁真的也是改变了 我们在台湾的移动的这个生活圈 对 谢谢你 我真的好感动 还有啊 刚刚您提到总统府那个 因为今年是百年的那个建筑了嘛 那过去我曾经跑过总统府的新闻 跑过一段时间 就在那个总统府的那个回廊里面穿梭呀 还看到很多的 包括如果今天要我来说的话 总统府啊 这个经常接见外边的那个大厅 还有举行记者会的那个大厅 它的后面呢 有一个秘密的小房间 是专门给广播记者录音用的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又是广播电台 我们就全部都躲在那个小房间里 所以啊 麦克风要怎么挂 他任凭我们挂 起先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他都还给我们识脸色 就嗯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点点点点点 结果没想到啊 这个真的是这几年来 那个空间也改变了 真的就是这个光雕秀 让我们也勾起了好多好多我的回忆 对对 真的好棒好棒 特别是啊 我还在提一点 就是在光雕秀进行的同时 也有音乐 对不对 音乐这个元素 其实是不可或缺的灵魂耶 对 今年的音乐非常的非常的棒 然后获得很多的回忆 真的非常谢谢 其实是我们的音乐统监王西文啊 他跟这个许音啊 王米佳 其实好多好多音乐人的投入 我觉得大家真的把 对于这个脚本里面提到 就是台湾这个百年来的一些改变 因为我们整个团队 其实大约的年纪 大概就是二十几岁到 三十几岁 其实还是有一个不同世代之间的记忆 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的团队伙伴 他们可能没有经历我们三十几岁 或是四十几岁的团队里面成员 我们经历过比方说手机的不同的年代啊 电视机不同的年代啊 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交通的建设啊 就是他们可能出生的时候就是有高铁 已经快要盖好了 那所以我们在制作这个演出的时候 其实我们去回顾我们的记忆也觉得 其实这二三十年间 台湾的这个改变跟推进真的很多 然后生活也改变很大 我觉得这种感觉跟这种感动 其实大家都有想办法把它投入到我们的演出的 每一分每一秒的画面跟节奏里面 所以是特别感谢我们的音乐总监 网西伏伦团队的付出 然后也是跟我们的影像美术的团队呢 非常密切的保持联系 比方说时光机应该有的表情 然后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元素 会有轨道 会有齿轮 然后会有真空管的收音机 然后等等各式各样的电话机 各式各样的元素 要怎么用声音来做一个串联跟呼应 也是这一次在音乐制作的时候 特别去讨论到的细节 那他们这个整个团队呢 还人负日本去录音 找了很多 还有旅居在国外的音乐人一起来投入 我觉得可以感受到大家 对这次的制作的这种热情 然后还有在国庆的总统府光雕的 这个展演上面的一种关注 跟自我的期待吧 我觉得 我有一个制作上面的问题 想要请教总监 就是当然我们会收集到 需要收集很多的素材 对不对 然后音乐的创作也同时在进行 这是慢慢慢慢 一点一点去融合起来的 是不是 我们这次的制作真的获得非常多的协助 那从我们每一个画面呢 比方说这个时光机的这个打造 我们当然获得总统府的协助 他们里面的建筑的图 还有里面空间的协调 然后以及它这个建筑元素的特色等等 获得他们的协助来找到这些资讯 在体育这块我们有获得就是像教育部体育署 还有中华民国棒鞋粉丝团 然后还有像中性棒球队等等提供我们很多资料 所以在我们提出的 在脚本里面体育这块我们有经典的运动家 包括地震 然后阳川广 然后看得出来 还有举重 还有举重 对不对 举上去的时候 那边金牌就出现了 对 还有蔡温义 然后苏立文 然后李志凯 然后他们就是我们在影像里面呈现的这些奖牌 就是体育署协助我们去找到这些画面 这些图面 就是还帮我们拍到这些奖牌 给我们来进行影像的制作 非常的感人 那在体育这一块 就是职棒协会 他们也帮我们找到职棒30周年来 所有棒球队他们的logo 然后他们的就是运动山 然后所以我们都觉得 哇真的如果要开箱 真的是开不完 非常多的协助 就是光体育这一块 每一个logo 然后他们有好多不同的时期 然后他们跟我们一起去校对 然后一起讨论 所以真的是每一秒 可能出现画面好几个 都是做来来回回好多的讨论 那在科技突破这一块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就是有福威七号 然后高教基 高教基永英号 然后还有陈云号无人机 是 那他们呢 也是我们的中山科学研究院 航空研究所 还有就是国家实验研究院的 太空中心 就是他们这些不同的 科技研究单位呢 也很热心的提供我们这些资讯 那我觉得这就是 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共同团结 或是一个共同努力 他们其实也是觉得说 如果这一次 如果这个元素 可以呈现在这个制作当中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看到 更多的科技表现 融入在这个艺术的呈现里面 他们也很期待 所以这个是非常感谢 他们的帮忙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里面 其实有刚刚有提到 经典的运动人 那里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恰恰当时光机打开的时候 是彭正敏他从小到大 挥棒的一个画面 那也是由他来帮我们 挑剂出这个时光机的转动 让我们去回顾 几年来的这个棒球盛世 还有这个全民运动家的这种精神 恰恰彭正敏的绘制 我们其实特别邀请了 钟孟顺老师来 创作恰恰的这个身影 以及李隆吉老师 他来创造这五位 经典的运动员图像 那都非常的有力量 非常的精彩 在我们的就是影像团队里面 我们在把他们的创作 设计进去之后呢 呈现出一种非常 大家非常惊艳的一个展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的 一定有 因为我真的 这内容太丰富了 我们主办单位 就是文化总会呢 他们真的非常支持 当然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每一个单位的协商 其实就是由他们 来帮我们去做协调 然后跟他们做一个连结 那这个是我们觉得 特别幸运的地方 他们发现我们有 这么多的一个设计以后 也制作了一个就是时光机的开箱文 让民众可以在看了分分秒之后呢 可以再回味这里面出现一些小元件 也可以就是用比较不同的角度 去了解这次的制作 是的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制评非常的荣幸 那个为您访问到 国庆光雕秀的艺术总监陈宜杰 总监为我们解说了很多 今年在制作光雕秀的过程当中啊 非常艰辛的一些协调工作 甚至于在取材的部分 我们真的是费尽心思 所以呢 也特别凸显了它的精彩啊 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年啊 一定要到总统府前面去看一看 这个精彩的光雕秀 所以这个时候 干脆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来提醒大家 光雕秀从什么时候开始 每天晚上是大概多久要播映一次 我们光雕秀已经在10月10号晚上 点灯开始了 时间是每天晚上7点到9点半 它的场次就是7点 7点半 8点 8点半 9点 9点半 一共6场 那每一次的播映呢 8分钟的演出 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广场上呢 分享百年的经典画面 没问题 我们一定要邀请大家再去一次啊 尤其那天晚上的这个现场直播 真的也很震撼啊 非常感谢总播团队 是的 是的 总结果我想提到就是您刚刚在接受我们访谈的时候 也提到特别提到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有很多年轻的成员啊 当然也包括了各领域的专长人士啊 我知道我知道有有不少的年轻的学生们 大概都想投入啊这个行业或这个领域里面 你可不可以也给这些我们的同学们一些建议 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 可以从那边入门 那年轻的伙伴们 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比方说有美术设计 我们从脚本的构思到美术的设计 到我们的音乐的制作 然后还有动画的制作 还有灯光的设计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现场的这个软硬体的执行 我觉得最不容易的是把每一个环节 都把它一一的紧密的把它扣起来 那我觉得是 其实想要参与这样的光调的制作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去发现自己的兴趣 在这样的一个演出里面 什么部分可能是最吸引你的 因为每一个人会有 这里面有每个人都扮演的 其实很重要的专业的角色 那比方觉得音乐是最吸引你的 那也许对于这个音乐的琢磨 那怎么去参与这样子的音乐的制作 有没有自己的音乐的发表等等 可能可以去慢慢去积累 那如果是对于影像美术方面的话 就是关于脚本的开发 然后还有这些新年的元素 怎么去重新诠释在这个建筑上面 这个是我们美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动画的话 我觉得大家看到很精彩 跟音乐结合的非常密切 就是很动感的画面 这是我们实力很坚强的 这个动画团队他们的制作 这里面当然就有很多的沟通跟协调了 不过我觉得就找到自己 非常感兴趣的部分 去投入它 从那个地方开始进入 也许可以慢慢展开 对于其他环节的认识 我觉得是最棒的 还有就是硬体的部分 也是可能我们现场很多观众 很好奇的地方 什么样的投影机可以投出 这么亮的这么大的画面 或是怎么去结合灯光这个部分 因为我的本身的专长 是比较偏向视觉艺术的 我的在这里面的工作 其实就是把这每一环 去进行了解 创造出这个脚本之后 去进行协调以及讨论 怎么样用大家的专长 最棒的部分 去把它集结在一起 这里面如果有年轻的伙伴 想要投入的话 我也都建议他们 就是先找到自己在这里面 觉得最被吸引 最想去理解的部分 然后作为一个踏入的窗口 是 这非常重要 最后一个问题 我来请教总监 其实光雕秀这几年来 在台湾跟观众 见面的机会渐渐多了 那每一场的光雕秀 其实它都有它 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元素 或者要呈现的主题 可不可以这时候 也请总监为我们观察一下 就是说民众啊 对于光雕秀的喜好 怎么样才可以从看热闹 要进一步更深一层 去看到它的文化的 这个重要的意涵 民众我觉得 在做这样子的户外的展演 其实我们用的就是 希望可以把各式各样的行业 然后年龄层 然后还有性别啊 各式各样的族群啊 都希望可以include 就是让大家都有一个 切入的角度 我觉得如果看到 在这里面可能大家都 不多少少会看到一些 自己有敬意 或是有认同 或者是有时代感的 连结的部分 因为一个脚本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它里面可能 有很多的触角 是深到不同的领域 那我觉得等于说 如果有人喜欢棒球迷花 可能去从棒球这一块呢 渐渐的升向触角呢 去连结到体育啊 那连结到包括像科技啊 就是也是一样从自己的记忆呢 去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脚本 可能想要传达的精神 但是话说回来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演出 其实观众在现场是非常直观的 就是包括音乐 包括画面 然后包括对于这个场域的感受 我们其实当然是希望用这种 很沉浸式的整个广场的氛围 去感动或者去连结 我们的观众朋友 如果有这个机会 或是我们有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场域 或是一个平台 让大家去更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 或是找到自己属于自己一种 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记忆的精华 我们也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在现场 其实我们都会在群众里面 就是跟大家一起看 然后听大家说什么这样 然后最让我们觉得感动 就是民众找到自己的记忆 然后尤其是这样的场域 很适合家庭啊 或者是伴侣啊 就是亲子的一起前往观看 不同世代 可能爸爸妈妈会跟小孩这样 而这就是我们以前 怎么样怎么样的地方 然后我们以前小时候 看的电视机就长这样 或是就是我们小时候 最喜欢的棒球队 我们的电话机就长这样 但是这些其实就会让我们觉得 不同的时代记忆跟文化 是可以透过一个演出 慢慢慢慢的去连接 或是累积起来的 是的 各位听众 今天制品真的非常荣幸 我们就非常兴奋的 谈光雕秀这件事情 谢谢 非常谢谢 真的是很棒 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 到10月10号晚上之前 就是每天晚上的 7点钟开始都有6场演出 每隔半个小时 每一次演出大概是8分钟左右 请大家在知道这个讯息之后 也欢迎您都来看一看 这场光雕秀 可以看一看百年历史的总统府 带您怎么样去走到 这个时光机器里面呢 我觉得呢 对于制品来说 非常具有震撼效果的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今年光雕秀的艺术总监 陈怡杰 接受我们的访问 总监 谢谢您 让我对您说一声 辛苦了 谢谢 拜拜 拜拜